這幾年,如果打開電視,你可能會常常看到這種新聞 霸凌公盛言語辱罵的問題,一而再而三地發生在校園裡面 他常說,學校是孩子的第二個家 但我們的下一代在這個家裡,似乎過得很辛苦 台灣的學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校園內的各種暴力問題,真的這麼嚴重嗎? 你認為現在台灣校園半年的狀況嚴重嗎?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還是蠻嚴重 前方我覺得還是一定會有看過跟遇過 玩鬧的那種把鞋子丟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同學剛好是輕度智障的樣子 下課時間在玩鬼抓人 碰到他就怎樣,你會有什麼病毒之類的 校園是單親家庭,我會說什麼 你就是沒拉啦 然後說我只是開玩笑,你應該不會介意行了吧 像誰誰誰他家裡單親 我這樣說他都沒有信心 就是感覺我國小時候是有稍受過那種 關係霸凌 他會跟別人說你的壞話嘛 然後試圖就是拉攏別人一起去 不孤立你這種感覺 台灣的校園霸凌狀況真的很嚴重嗎?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數據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2017年總通報件數是599件 但到了2020年時已經突破了1000件 2022年時甚至來到1791件創下了歷史新高 在短短的5年之內 霸凌通報案增加了快兩倍 這麼驚人的數據也引起了很多家長的擔憂 認為台灣的校園非常不安全 老實說我們在看到數據時也覺得很擔心 不過在實際訪談之後得到了一些蠻不一樣的觀點 我覺得不見得有病嚴重 但是我可以說的是他或許有受到大眾更深一層的重視 不管是民間的兒福聯盟他們所做的數據 或者是教授大概得到的數據大概都是 呃有兩成多的學生表示他被霸凌過 那這個盛行率算是還蠻 呃就基本上他的數據還蠻穩定的 通報量的增加其實不一定能夠代表霸凌真的更嚴重了 反而是因為學生跟家長漸漸的意識到什麼是霸凌 也知道霸凌這件事情應該要被通報 才會讓通報量一直成長 有老師指出霸凌其實沒有變多 但這幾年學校都有在宣導霸凌的投訴管道 所以當家長發現孩子遇到狀況時 就會更傾向透過霸凌專線來反應問題 除了現在家長都知道霸凌專線 只要他感覺到他的小孩在學校被欺負 他就會立刻告霸凌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的霸凌事件處理不完 另外一般的社會大眾會感覺霸凌好像變得更嚴重 可能也跟媒體、社群的推播很有關係 有的時候是加害者上傳了霸凌的影片 但也有的時候是受害者父母決定公開的 而副聯盟曾經做過調查 如果自己的小孩疑似遭到霸凌 有三成的家長會選擇用爆料的方式解決 包含了直接找媒體爆料、找民意代表陳情 以及直接在網路上面爆料 這種爆料文化的驚奇 其實就讓一般人更容易接觸到霸凌的新聞、霸凌的影像 也就是說真正被霸凌的人數未必也大幅增加 但這些案件變得更容易被看見了 那麼如果說霸凌沒有變得更嚴重 代表台灣校園的狀況不需要擔心嗎? 倒也不是這麼講 因為即便霸凌的通報量有在增加 但霸凌黑數可能沒有降低多少 這份資料是衛福部在110年做的 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 裡面關於霸凌行為的調查是這樣寫的 國中學生過去30天內曾被霸凌的百分比佔了5.8% 高中職學生過去30天內曾被霸凌的百分比佔了4.3% 台灣的國高中生總人數大約是110萬人 用同樣的比例換算一下 可能大約有5萬人時常遇到霸凌的困擾 但是我們看同一年的資料 全台灣校園霸凌事件 確認成案的只有幾百件而已 換句話說很可能有不少的黑數存在 我的印象是以前好像都會發那種霸凌 有沒有被霸凌的那種紙條 那種問卷 問卷調查 但通常就是整班通常都不太會有人 覺得自己 就不會有人寫說自己被霸凌 當時老師都會說 欸 你們要好好填 不要亂填 學校會調查哦 就算我當初遭受到排擠 或一些言論的公司 我還是莫多的高學人沒有 有女士道 我有寫過 我有寫過看到有人被霸凌 但是學校看起來沒有在管這些事情 我甚至很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真看文全 會有黑數有很多種原因 有可能小孩被霸凌 但他因為不想要被報復 不想要惹事 選擇自己吞下去 沒有告訴學校或者是老師 也有可能事情已經嚴重到霸凌的程度了 但老師卻誤以為這件事只是同學之間的爭執 所以沒有網上通報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 還有不少人提到 網路霸凌也是黑數存在的原因之一 比如說我們在Instagram裡面 我可能有一半的好友 我有自由 我在小站 小站裡面還有有自由 我可以把我的交友限度 分成四個層級來看 那這四個層級 一旦要被具體化之後 人際關係它就會變得更加的複雜 因為我跟誰好 我要排擠誰 我要封鎖誰 所有的人要怎麼樣的攻審誰 去透過言語 然後來去影響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洩險的狀況 是它可能會更容易產生 更容易凸顯出來的 要排擠一個人 通常就要先形成一個小團體 那社群平台機制 其實更容易形成好幾個不同的小團體 讓關係霸凌變得更容易發生 另外網路的匿名性 也讓霸凌者可以躲在暗處 攻擊不喜歡的同學 之前台灣就發生過好幾起 學生被匿名帳號霸凌入罵 而身心受創的事件 而對於被霸凌的學生來說 網路的散播速度 又會放大霸凌的傷害 我在現實當中發生的 可能就在這個學校 或在這個班級 可是一旦到了網路 它不但跨校 它還可能跨國 如果它有個影片 被人家欺負放到網路上頭 然後它變成是一個鬧走 或變成是一個讓人家看不起的人 那它就會覺得說 走到哪裡人家都知道 那它給自己的那個心理壓力 或那個整個恐嚇 就會加強非常多倍 再加上學生呢 在網路上面的社交圈 老師可能很難參與 這也讓網路變成一個死角 讓霸凌慢慢滋生 根據兒福聯盟三年前的調查 有高達78%的學生認為 台灣網路霸凌的問題很嚴重 但只有兩成左右的學生 願意告訴老師或家長 因為很多學生覺得講了也沒有用 或是擔心老師會越處理越糟糕 其實教育部也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幾年已經將網路霸凌 列為重點防治項目 也找來了專家、學者 進行了很多大規模的研究 同時現在的反霸凌宣道 也著重在告訴學生 如果在網路上面被公審 或是被洩漏個資 該用什麼樣的心態面對 又要如何求助 希望保護學生降低網路霸凌的傷害 不過有的時候 在網路上面攻擊人的不一定是同學 老師也有可能成為加害者的角色 幾年前嘉義縣就有發生一個案子 一間國小的靈性導師 在網路上面分化、排擠、班上 一位他認為不太聽話的同學 這個老師他就拉了幾個同學 形成一個小群組 因為這個當事學生姓曾 然後這個群組叫做反真討厭團 然後那裡頭呢 就開始取笑這個小孩 他會自己主動喔 他們自己主動在這個群組當中 叫其他學生不要去理這個 當事學生 後來教兵會認定老師在臉書群組的發言 確實為不當管教 並記得那位老師一直小過 可以看到的是 有少數的老師會濫用權力 身份上的不對等,欺壓學生 而這些做法即便沒有被認定為霸凌 但是仍然對於學生造成精神方面的傷害 那麼從這個案例 我們要延伸討論校園內暴力的另外一個主題 師對生的言語暴力問題 講到老師對學生的暴力 大家可能馬上想要體罰 但其實在零體罰政策上路之後 狀況已經改善了很多 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反而是師長言語暴力的問題 所謂的言語暴力是透過語言 或者是文字對別人嘲笑、謾罵、威脅、恐嚇、歧視 或是情緒勒索的行為 在我們訪問到人本時 他們也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音檔 記錄了在教室裡面 師對生言語暴力可能出現的方式 舉例來說 有學生沒有交作業就被老師罵 或者是老師在教室裡面公開威脅 要排擠特定的學生 雖然剛剛的案例可能比較極端 但事實上 師對生言語暴力的狀況 或許比想像中還要常見 2019年 人本針對全國中學生進行校園問卷 高達45.3%的中學生表示 他們曾經經歷過老師的言語暴力 比3年前2016年的數據還要嚴重 像是有33%的國中生表示 他們聽過老師使用白痴、智障、笨 這種貶低能力的方式責罵學生 又有20%的國中生表示 老師曾經用愛給、胖子、過動兒 之類的用詞形容自己或同學 雖然不少人可能認為 跟肢體暴力比起來 言語暴力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但其實未必是如此 在我們心理學裡頭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就是去一個孤兒院 然後就隨機的選一些小孩 然後就請研究助理就是告訴他說 你講話怎麼結結巴巴 就這樣而已喔 可是這一組被莫名其妙的 加諸這一種標籤的這些小孩 就是他們是一輩子 影響到他們的自信心 影響到他們整個生活 鄭教授提到的是1939年的怪物研究 研究者隨機找來了孤兒院的小孩 每天都跟他說 你講話有點口疾 結果11個原來沒有口疾的兒童 竟然有8個之後出現的口疾 甚至出現了社交障礙 那雖然這個實驗有點年代了 但可以知道在特定的狀況之下 言語暴力確實有可能會變成永久傷害 研究當中會看到說 語言暴力他所造成的創傷 他幾乎等於一種身體上的虐待 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們會做腦部的研究 受到語言暴力虐待的孩子 他的平肢體的大小 會比一般人還小 大概25%到35 這表示他的發展 比一般人表現不好 近代的腦科學研究就發現 兒童跟青少年如果受到肢體暴力 或是言語暴力對待 都有可能對還在發育的大腦 產生永久性的負面影響 導致日後出現焦慮、憂鬱、情緒控管等等的問題 這是為什麼有些人呼籲 應該要注意校園內師長言語暴力的問題 像人本教育基金會就認為 目前的法律制度不夠完整 沒有辦法淘汰那些會使用言語暴力的老師 所以調查小組他在做相關調查 他要找依據 目前有依據的只有什麼呢? 因為在教育基本法說 使兒童不受體罰或霸凌 那對調查小組來說 法律有寫就是霸凌 有構成霸凌的才算 言語暴力不是體罰 而霸凌也需要長時間持續性的行為 如果只發生個一兩次的言語暴力 並不足以被定義為霸凌 所以很多時候 言語暴力會改用較輕微的不當管教處理 給予老師申戒或是想過 或是如果教品會認為事件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案件可能也不會走到懲處的程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時候 語言暴力的案子進到 校師會議跟相關調查當中 往往不法成立 人們擔心如果這樣的老師 沒有意識到言語暴力的嚴重性 那他回去教書 只是用同樣的工作方式 繼續傷害更多的小孩 因此他們呼籲可以將言語暴力寫入教師法 明確地禁止教師出現言語暴力 未來在審核言語暴力案件時 也可以有更清楚的判斷標準 不過對於這樣的倡議 教師團體其實有疑慮 有的老師認為 現在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已經足以處理言語暴力的問題 負責審議案件的委員們 都有一定的經驗 能夠判斷老師有沒有越線 現在要將言語暴力寫進法律 有點多此一舉了 另外教師團體也表示 現在老師其實很少出現言語暴力了 真的要說 比較有可能出現的樣態是威脅 但威脅的標準又很模糊 我說你寫完之後這個餅乾再給你 你沒寫完之前這個餅乾都不給你 好結果那個孩子就說 老師你怎麼跟我媽媽一樣都這樣威脅我 我舉一個例子其實比較輕微 可是你說這是不是威脅 啊是啊 你現在不做什麼我就不給你什麼 是不是威脅 可是你恐怕不會認為他有打到暴力吧 不少第一線的老師擔心 言語暴力很難被清楚的定義 如果把它寫入法條 未來學生或是家長可能動不動就會投資老師 即便這樣的案件在調查之後可能不會成立 但被投資的老師仍然又面對一堆反鎖的流程 到最後很多老師可能會因為害怕處罰 乾脆兩手一攤什麼都不要管 對於學生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目前呢 關於言語暴力 精神暴力該不該入法的討論 還在進行當中 可能短期內不會這麼快有結果 如果說想要進一步的知道推動修法的立場是什麼 也可以到人本終止校園言語暴力網頁 了解更多的相關內容 學校是小孩除了家以外待最久的地方 而小孩在學校裡面的經歷 也會很大程度的影響他未來的性格 決定他會成為怎麼樣的人 所以我們都希望學校可以不要有任何的暴力 也不要讓孩子受到任何的委屈 每個人都可以有健康的童年 平安上學快樂回家 但是我們必須老實說 這樣的願景真的有點太理想也太遙遠了 當過學生的我們其實也都知道 不管是霸凌 還是其他形式的暴力問題 就是真的很難解決 20年前我們坐在大禮堂 聽反霸凌的宣道看反霸凌短劇 而回到教室之後還是看到同學被霸凌 而20年後 現在的小孩的狀況似乎也差不多 有些同學就是會因為外貌或其他的特質 被別人當作是笑柄 而有些同學不小心得罪了班上的核心人物 一整個學期都會排擠 有些同學莫名的被老師盯上 就遭到一些不合理的對待 或許不管在哪個年代 這些令人難過的事情 都是學校這個地方必然會出現的課題 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對這些事情抱持著消極的態度 在過去的幾十年來 雖然霸凌的狀況未必有大幅的改善 但是通報、檢舉的機制 以及後續的心理輔導都已經完善很多 讓不幸被霸凌的小孩更有機會被接住 而言語暴力的部分 雖然各個團體的看法差很多 但經過大家不斷的討論也能夠慢慢凝聚共識 知道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 未來的學生就更不容易被言語暴力對待 這些改變或許很緩慢或許很微小 卻都是在形塑一個更理想更溫柔的校園 最後也希望大家持續的關注相關議題 讓那些在學校裡面不好的經驗 停留在我們這一帶就好 另外每天都要抵觸 又有這樣的招林 都要留在我們這一帶就好 就能付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